寻宝人竟在废弃银行里发现一个超大号保险柜 诡异的是保险柜居然被镶进了墙里 看来里面的宝贝绝对非同一般 立马掏出喷火枪开干 万万没想到保险柜的防盗系数竟如此之高 在锤子和撬棍的轮番轰炸下 寻宝人终于将保险柜的侧门成功打开 可下一秒寻宝人就傻眼了 保险柜里的宝贝竟被火引燃 寻宝人见状连忙伸出无情铁手将气掏了出来 只见上面的硬币都被烈火融化 不过好在数量不多 将边上的硬币清理出来后 寻宝人惊讶发现角落里竟然还有两个铁盒 并且晃动后还有金币的响声 这可把寻宝人激动坏了 立马拿起撬棍开砸 没想到第一个盒子竞争装满硬币 可惜全都是些零钱 总共加起来还不到50美金 本以为第二个铁盒也是如此 但打开的瞬间 寻宝人顿时兴奋地大叫起来 盒子里竟装满了钞票 虽然面值只有一美金 但白捡一堆钞票的滋味谁能拒绝 还没来得及惋惜这些被烧焦的钞票 下一秒寻宝人直接原地蹦起两面 底部易达居然全是50面值的美元大钞 这下寻宝人彻底不淡定了 本以为这堆钞票最多只有500美金 没想到将所有钞票按固定数量摆放后 净足足有820美金 刚准备打到回府 不要同伴转头 竟在隔壁发现了一台自助取款机 但是款式相当老旧 寻宝人有种不祥的预定 立马掏出切割机开弹 没想到这取款机的防盗系数比上一个更高 切了两个半小时 才在柜子四周切出一个矩形 在撬棍和锤子的加持下 寻宝人很快打开了保险柜 幸运的是钱箱还在 但这轻飘飘的重量 却让寻宝人的心悬了起来 直接一锤子砸开 下一秒寻宝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箱子里竟然有着一大大钞票 并且面值还都是20美金的 寻宝人哈拉子都要躺下来了 更刺激的是 在上方的柜子里 竟然还有几张钞票 寻宝人目测这堆钞票起码有2000美金 但没想到仔细清点后竟发现 足足有3840美金 加上之前在保险柜里找到的钞票 今天又是大赚的一天